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,经过外里航行的春潮号布己舰,还不能立即投入使用,它没能加入英国皇家海巡的后勤舰队之中,而是前往法尔茅斯湾,为了迎接皇家海巡这艘最新的布己舰,法尔茅斯湾花了很多个月的时间来做准备,突围进入窗户的春潮号布己舰,在这里,将安装春潮号的敏感设备,包括自卫武器系统,防弹系统和通信系统等等。 整个西装工作将花费四个月的时间,如果期间不出问题,算上还是需要的时间,应该能赶在年底以前正式投入使用,春潮号布己舰的正面客舰。 该舰采用封闭式舰手,具有强大的补给能力,可搭载1.9万吨燃料,以及1400立方米淡水。 同英国海军的其他补给舰一样,春潮号将由平民船员负责管理,这艘补给己舰的归国是英国皇家海军四大事件之一。 另外三件包括勇猛号和潜艇下水,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离开朴瓷茅斯,以及排水量高达7000吨的26型库位舰开工建造。 不仅仅购买布己舰要花钱,其实还有许多支持设施方面的投入,例如在此之前,英国国防部就同AP公司签署为几十年的合同,总金额高到9亿英镑。 合同规定,由AP公司负责补给舰的维护和修理工作,在托船帮助下入港的春潮号补给舰,完成设备安装之后,春潮号将在苏格兰附近海域,进行为期次个月的海市。 测试的内容包括海上补给装备事业,支撑机起降测试,评估各自系统的工作是否正常。 上一艘名叫春潮号的补给舰服役时间为1962年到1992年,这艘船曾经支援或参加马导战争的特混编队,它除了为皇家海军的舰艇提供燃料以外,还搭载有一个连的突击队员,并在战后获得佳奖。 正在入港的春潮号部起舰,能清楚地看到其A136弦号,旁边停扣着一艘海湾级登陆舰,该舰的机位有直升机甲板,可容纳CH-46海骑士直升机起降。 直升机甲板前部有机库,AW-101会被送直升机能从容地进出,这艘船是在2012年订购的,可携带航空燃料,材油和淡水,以及桶装温化油。 此外,春潮号部起舰,还可搭载20个集装箱,具备一定的干货补给能力,全舰握油舰员63名,另外可搭载46名海军陆战队员,机组人员和受训人员。 苏格兰海岸附近航行的春潮号部起舰,在岸上古代防御攻势的衬托下,显得有几分失意,英国海军总共计划建造4艘潮级部起舰, 他们将为英国的航母和其他水面舰艇提供充分的保障,突围春潮号部起舰的侧后方细节,该舰的最大航速为26.8节,可伴随航母战斗群行动, 由于伊丽莎白女王航母尚未服役,所以虽然之后,如果后续工作顺利,但目前来看还来得及,春潮号部起舰及二套舰,停扣在韩国的码头旁边, 可看出二号舰也已即将完工,手舰由于陷落的布局问题,进行了一些调整,导致服役时间被延后,因此随后的舰艇需要加快进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